AMD尽管在2020年凭借Z3架构的优异表现 让隔壁英特尔的颜面是荡然无存 但由于其根深蒂固的坚实基础 让英特尔方面依旧把握着60%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从中也不能看出只要基础打得好 14nm++的制程工艺仍然可以为所欲为 然后这对于AMD来说想要撼动英特尔的王者地位 一次的发力显然还不够 所以苏玛就于最近曝光了关于3nmZ5架构的部分参数 并向英特尔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 至于具体的情况如何 下面提供是抄一课 来看看吧 其实用不得多说大家都明白 Zen3架构的锐龙5000系列的确是让AMD重拾了往日的信心 不但打怕了英特尔的10代酷睿 甚至就连11代酷睿也是望尘莫及 看得出来一代旗舰挑战两代产品的壮举 确实是苏玛才能够做出来的事 而得益于这些亮影的表现 AMD可谓是赚的盆满钵满 可对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其在2021年QA季度的营收达到了34.45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93% 而其净利润更是高达5.55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34% 不但看得出AMD确实是把握住了 这个W苏玛该振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隔壁对手的持续发力 苏玛总觉得英特尔以为好的12代酷睿是虚拟的 所以并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然而从前一段时间AMD所曝光的计划来看 除了早已经准备好的Zen3加和Zen4架构以外 别二者都要强的Zen5架构也于近日被披露了出来 具体来看AMD任务架构的核心代号为Strike's Point 将会支持台积电的三纳米支撑工艺打造 并将用于Risen8型系列 除此之外Zen5架构还将会引入类似于英特尔12代酷睿的大小核设计 其中包括8个大核心和4个小核心 当然其也将会支持DDR5内存以及P3E5.0技术 而在两个主板接口方面肯定也会有AM5插槽 至于详细规格方面 其实苏玛总也在此前的CES2021专场活动中 就向外界透露了为进一步改善单线程能力 并优化缓存延迟以及整体系统 Zen5架构将尽可能地朝更多的核心数买进 其中旗舰款最高拥有64核心128线程的恐怖设计 以确保其具备强大的竞争能力 而在实际性能方面 由于采用的是台阶电3纳米支撑工艺 所以其相比目前7纳米的Zen3来说 性能至少会提升25%左右 同时功耗也会降低50% 至于P4E同频性能会提升多少 目前来看还不得而知 但保守估计应该会有30%以上 另外根据MOEPC表示 AMD的Zen5架构预计将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生产 并2024年正式诞生 不过考虑到这有两三年之后的产品 所以不排除随时调整变化的可能 除此之外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此前所报道 因为过多的Zen3加架构可能会被AMD取消 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原料紧缺 以及其性能只有3%到10%的略微取成 所以为了不再进一步浪费沙子 并把产能留给下一代产品 Zen3加架构被取消的可能性将会非常之大 对于Zen5架构以及Zen3加究竟会不会被取消 大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大门上说出你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留下更多一切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